检查官说法 猪瘟流行 网购大陆肉品 小心快来七年牢狱 非洲猪瘟已延烧大陆19省 图为广州某农舍养殖的幼竹 一架来台湾的大陆配偶 因思念家乡味 从淘宝网定了一箱金华火腿 没想到迟迟没收到货 却因涉嫌违反动物传染病方治条例 收到了地检署的传票 今年大陆地区面临严重的非洲猪瘟侵袭 这种对猪制死率百分百 先无药 无疫苗可医的家畜传染病 已在大陆19个省份传出疫情 台湾方面 为防范猪瘟疫情 农委会不断提醒民众切勿携带 网购来自中国大陆的肉品 但农委会统计 大陆双十一网购活动期间 各大网购平台上 竟有多达1800多件猪肉产品订单 是台湾网友订购